广西河浦汉木群是中国规模最大 保存最好的古木群之一 其中出土的文物生动地在线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 科技与文化传播 人员往来的途径 近日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熊昭明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到现在出了统计我们现在发掘的汉木大概已经超过了1200座 所以这个汉木通过发掘研究 它出土了大批跟东西文化交流的 反映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证材料 它在跨地区 跨文明交流里面 它有比较突出的普遍价值 熊昭明介绍 以河浦汉木出土的罗马玻璃碗为例 因当时西方人比较喜欢马脑 他们就区别于单色玻璃 仿马脑的颜色制作了此碗 经化学成分分析后确认 该碗为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钠钙玻璃 后通过印度转口贸易流入河浦 河浦汉木群中约有100座木出土了玻璃器 经考古学研究和科技分析 这些玻璃器分别来自域外的东南亚 南亚 以及地中海地区 据了解 汉代时期 广西地处边陲 文化科学技术都相对落后 唯独玻璃容器的制作水平高于中原 该现象的出现应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科技传播密切相关 实际上我们河浦出了很多很漂亮的玻璃杯 玻璃碗之类还有碟子 这个不简单 因为在当时来讲 大家觉得岭南这里 科技文化这些都比较落后 就唯独在北方的话就没有我们这些玻璃器皿出现 就是说在玻璃器皿制作这个技术上 我们就是说比北方先进 比中原先进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 它跟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技术传播 它是密切相关的 更重要的是它就传播一些意外来的文化 就融进了我们河浦汉 因为它在文物里面也有体现 像那个叫胡仁勇啊 这些就比较形象 一看是吧 那个衰落胡子 高鼻梁是吧 还有一些叫做那个有翼神兽 或者是蚁人这样长着翅膀的人这些雕像 事实上它这个文化因素 都在那个西方找到它的这个源头 根据汉书记载表明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之路 汉士团不使用战争掠夺等手段 与沿途各国友好相处 甚至出现沿途所经国家 为汉士团提供食物和陪同人员 购买船只送使团到下一个国家的友好场景 在当时史书记载的它是和平之路 像汉书第一日里面讲到 就是说那个一个是秉食为偶 就沿选国家秉食为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像今天讲的 请你吃饭要陪同你 这个网友也记载到说 就是说蛮夷古船转送自知 就是说当地的人买船 把你送到下一站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讲明它是个和平之路 近年来中国官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该倡议是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这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由官方主导民间参与 始终坚持开放合作 进行平等互惠双向商贸活动 加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 求同存异 兼容并蓄 和平共处 共生共荣的特征不谋而合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不但开辟了中国与东南亚 南亚西亚等地区之间的贸易 也使当地了解 接纳了中国文化 与此同时 通过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也接纳了东南亚 南亚西亚等地外来文化 相信一带一路倡议 亦将以实际的益处 获得沿线国家的认同与支持 从而造福沿线民众